中国消息方面 大陆建三江案的两名辩护律师 王宇和唐天昊 12号第二次前往建三江法院 要求会见承办法官 纠正1月8号建三江当局 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秘密庭审的错误 再度吃了闭门羹 13号陪同律师去法庭的5名家属 遭到报复性非法绑架 建三江案当事人石梦文的侄子石磊 13号早上8点多 被多名警察闯进他开的电脑店抓走 理由是他帮人诉讼建三江公安局长 警察同时还抄走了他的四台电脑和手机 五名被非法绑架的家属分别在当天下午和晚上 先后被释放 1月8号建三江当局对被非法关押近一年的 四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秘密庭审 3月12号建三江案辩护律师前往建三江法院 第二次要求会见承办法官王靖军讨说法 再次被阻止进入法院 当时被法警就是非法的一个完结 就不让进法院 而且现在建三江法院所有的门都装上那种卡 没有卡你就进不去 没有人出来接待 13号 王宇 陈志勇 唐天昊三位律师 再到哈尔滨市省高院去控告建三江法院违法 建三江案起因于去年3月20号 唐吉田等四名律师和七名法轮功学员家属 前往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被警方绑架并遭酷刑虐待 之后 在大陆民众前赴后继的声援 和国际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建三江当局先后释放了 被打断24根肋骨的4名律师 和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的3名法轮功学员 但是另外4名法轮功学员 石孟文 王艳新 孟凡丽和李贵芳 则一直被关押至今 新唐人记者熊斌 袁真采访报道